这只牛蹄已经快要看不下去了 它到底遭受了些什么 才能使它的牛蹄变成这个模样 修理师傅刚开始还只是以为 牛蹄被泥土给覆盖了 殊不知在泥土之下还隐藏着更大的隐患 刚开始修理小哥用刮刀刮着牛蹄上面的泥土 白色的角质展露出来 然后再用刮刀修剪外面的角质外壳 外壳却极其容易削下来 修理小哥喷了一点消毒液 轻微地处理表面的污渍 放近一点 我们能看到牛蹄的角质已经分层 而最上面的纳层已经严重老化 如果再不修剪的话 就会危害到牛本身的皮肉 所以修理小哥很轻松地就把上面纳层给刮掉 不仅左边 连右边底板也有老化的现象 尤其是下面那一节 修理小哥刮下方的时候 我们也能清晰地看见 牛蹄的腐烂面积很广 它一边修剪还一边喷点消毒液 有时候也会挖融洞里面的泥土 然后再用角膜机开始修剪外层和右边的底板 右边的底板大部分还是好的 但是在左下角还是有腐烂的变化 不知道修理小哥是否会右边的底板轻轻处理呢 修剪后我们能很清晰地看见下面一层的模样 就好像腐肉一般 看上去就像是空心的 修理小哥又开始修剪周围的角质 想把全部松软的角质取除 这样才会长出新的坚硬角质 再用消毒液清洗 再把像腐肉一样的角质刮除 因为老化的地方太严重 修理小哥也怕割伤牛 所以一切都做得非常小心翼翼 用白色的纱布轻轻擦拭着伤口的位置 让牛体的脚体保持着一个干燥的状态 经过反复的擦拭之后 我们就能看见被修剪后的模样 刚开始小编还以为他也会给右边老化的位置进行处理 但是修理小哥直接给牛体穿上了塑料鞋垫 而且用绿色的龙胶粘住了 然后修理小哥开始撒白色粉末状的药物 包裹白色的纱布 外面再包裹着青色的绷带进行缠绕 多缠绕几圈 以便牛以后走路出现胆染 这样这头牛的小手术就结束了 我们一起祝愿他早点康复吧 再也不要受伤了 你又不做的 orchest armor